佐雅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甲莉町農的提供果中 副獎家 我今天來向大家介紹 我們甲莉鎖省的生意度應徒的個性 讓大家可以了解 這就是學英土營頭的個性 生息的時候 有三星這麼紅 這麼漂亮的個性 還有很豐富的味道品師 介紹大家的觀眾 大家一號可以使用 可以來吃學英土營頭 對我們身體相當有幫助 我現在簡單來介紹 我們福德栽培的過程 和芥港的過程 讓大家可以了解 學英土營頭的生產過程 管理這個學英土營頭 是我們從芥港的分鎖 所引進 因為紅川地農友 帶來的芥港地區 在栽培、政策 學英土營頭是一種 當歷程的關目 差不多關在 可以每個四公車、四五公車的關 我們在旁邊 可以尖修 讓這個主要 先栽培、先栽培、先栽培 每個關 它在兩公車、三公車 先讓芥港的 比到上 我們比較好採收 一般都在三月至十月 可以看到 升火器 完全開火 結果 可以在三月至六月 可以有六月的開火、採收 它的生產時 高興是形成紅色的 它的高麥因為軟、皮膚、油軟、豆漬 還有香味 還有生氣 所以這個高興 大家先在吃紅麥 大家先吃的是真爽 所以做成這個 有時候社會者要直接來吃這個高興 有產生這個困難 經過我們下去煎桌 加工、調味料 這個實力 所以相當好 受到大家的深深的 那種方形 像這個情形 我們農會 也覺得有需要來 服務到這個生印度營土 做成歌詞 讓大家消費者 可以來人動 來使用到這麼好的東西 來就是我們農會怎麼來 服務到在北的生印度營土 我們這裡所有在北的面積 在咖哩町地區 差不多有6.7公斤的在北面積 問題有1,500公斤 到1,800公斤的高山用 生印度營土營土 生產後 我們來採取加工的過程 就是從這個生印度營土 下去把一塊一塊板起來 上到這個 我們的運銷板 會加工沾 經過清洗 經過來 涼桿 給搭料來 加醬 加醬料來 觀眾加醬 做成完醬 做到來 靈種 靈棟 蒸給一趟一趟 20公斤蒸 放在靈棟 可以在靈棟當中 可以補出新鮮的 那個高漬的風味 的原味 不會流失去 可以下去在這個 我們當中 分配 加工 調味 經過我們加工做出來的 生印度營土 我們有 有 生印度營土營土的高漬 有生印度營土的高漬 生印度營土的美大臉食品 還有高漬 還有做這個 和椰子 調味成為生印度營土的椰子 可以來這些產品 有這幾項來提供 可以來補出新鮮的高漬 營土營土營土的高漬 100cc當中的營土 含有1,400核酷的美大臉食 所有水垢裡面 生印度營土的美大臉食 含量可以說所有水垢的高漬 所以因為有這麼高的 所有美大臉食 可以對我們的身體有很大的幫助 希望大家可以來使用 生印度營土的高漬 在這裡我簡單介紹各位 感謝各位 謝謝